嗨 各位小三神 今天果的都還好嗎 今天的主題呢 一樣是非常的吸引人 我們要來做開箱了 開箱的主題呢 就是永豐大戶只趕的防衣包登場了 有沒有 那這個呢 這應該也算是限量贈品 就是說你必須 真的是要拿到這個贈品 才有可能拿到這個所謂的提袋 那今天稍後等一下我們來做這個開箱 到底這個防衣包 真實的樣貌長怎麼樣子 我們是做到全台灣第一手的開箱 喜歡這個贈品的朋友 請你一定要鎖定這個頻道 這個節目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聊幾個主題 就是我們卡百幫的專屬活動呢 7月份到8月份 持續熱熱鬧鬧的在走 那現在的話呢 只要上車都有機會把這個防衣包 給帶回去喔 十年磨一劍 終於等到防衣包的真面目了 這個等一下會分享 第二呢 就是我們卡百幫的特案 會有加碼喔 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那我們第三個重點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特案呢 7月15號上市以來呢 大概過了三個禮拜吧 然後目前已經有150人上車 到底最後會有多少人上車 這也讓我蠻期待的 我們等一下來聊聊說 依據不同的上車的等級 我們可以開放哪些獎勵 這是大家可以期待的部分啦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進行開箱了 那如果你有信抽到這個防衣包的話呢 你就會拿到的是這個東西 噠噠噠 有沒有 好 那它其實這邊是有一個類似像那種 透明的 半透明這種霧面的這個 防衣包 那它下面有一個托盤喔 這是用紙做成的托盤 然後有一個大戶的logo 非常的閃閃發亮 那你來看一下 它其實做得非常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QR Code 你有興趣你也可以就是掃一下嘛 那基本上就是 大戶的產品介紹啦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呢 你如果是有信拿到這個獎品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寶可夢說十年抹一件呢 當然是因為這個產品非常的得來不易 你看它這個logo 有沒有 真的是那種金光閃閃的有質感 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它這個拉鍊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說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這個防衣包 你到底會拿到怎麼樣的這個贈品在裡面 第一個就是有這個乾洗手有沒有 這有點太亮了 所以可能比較看不清楚 但是它這個乾洗手其實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東西 它裡面是有這個所謂的這個乾洗手意的 看一下這些是什麼 頂級防護保濕乾洗噴霧 所以這個是噴霧的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它是防衣包 所以它不是給你口罩 它給你的是一個看一下 Super Cooling Towel 所以它這是一個毛巾好不好 Cool Towel 這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應該也是不便宜 這個感覺 它們真的是整套都做得很好 非常的用心 那為什麼講十年魔一件呢 當然就是因為去年 應該說今年稍早的時候 大概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跟大戶合作的那一篇 就是大戶挺醫護的活動呢 其實我們卻有說要送防衣包 但是大家都沒有看到說 其實大戶的防衣包到底長怎樣 那現在終於大家看到這個 廬山真面露 如果你真的是醫護人員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如果你是參加五六月份的活動 那也請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他們終於把這個成品做好了 他們花了好多的時間 一直不斷的去修改產品 終於讓我有機會第一手 拿到這麼棒的產品 而且進行開箱 所以呢 如果你很想要拿到這樣的產品 也請你一定要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是會把這些好康都送給大家 先放後面 對然後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個 終於等到防衣包的真面目了 他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打樣 不斷的來回之後 現在終於確定可以量產了 但是數量也不會非常的多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特案要再做加碼囉 好 雖然說我們還不確定正確的玩法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送 但是確定的是本團真的會有這樣的贈品 是今天中午寶可夢特別 冒著下大雨的這個 湯頭大雨呢 然後趕快趕去永豐呢 就跟他們的這個大戶 專案小組進行開會 然後他跟我講說 欸寶大 這個東西呢 就是送給你們 卡板棒三個人 一個人一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會提供一些額外的樹木 讓你們來進行舉辦活動跟抽獎 好所以這個呢 你們不用擔心 一定會有 不論是新戶或是舊戶 我們都會提拨一定比例 然後讓你來就是 呃這個 有機會入手 好不好 那一樣齁就是 新戶的部分數量會比較多一點 舊戶的部分呢 只要符合我們這一次的活動資格 一樣有機會抽出來 好不好 所以呢 這一樣齁都是看影響力的啦 如果你沒有影響力的話 人家是不會第一手給你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團的粉絲都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很認真的為大家爭取到這個獎品 然後真的是要抽出來 然後也要送給大家齁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齁 這個第三個重點是 欸我們7月15號上 就是活動上線以後的首周 有81個人上車 但是第二周就是7月20 多少7月15號到7月22號吧 是第一周是81個人上車 然後在隔週我再詢問這個進階量的部分 這個大部分那邊講說 我們從7月23號到7月29號 這一周只有105人 也就是說大概多了20幾個 那上一周的部分呢 已經又多了就是50個人 就來到了就是150 這個數字其實我覺得成效還不錯 就是一直不斷的往上成長 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不是說 任何人去跟大戶邀到都會給你的 因為銀行畢竟他不是吃素的 他不是跟寶可夢一樣吃素 他是開門做生意 他是要賺錢的 好嗎 所以他花了這麼多成本去做出這麼好的贈品 當然是希望有開戶的成效 所以寶可夢也在這邊邀請大家 一定要就是趁現在上車 本團的成效越好 將來有機會拿到越大量的產品 那一樣都是我們本團only的朋友 不論你是這個階段上車 還是上一個階段上車 都有機會持續的參與活動也好康 那本團的這個成效越好 當然可以要到越多 這是絕對絕對無庸置疑的 那這次去開會的時候 其實大戶那邊也跟我講說 有好幾個信用卡 布洛克或是KAL都有跟大戶去 argue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寶可夢有 但我們沒有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了 因為 本團可以有到這麼大的影響力 那也是我們辛辛苦苦去耕耘出來的 所以 我們用我們的平台 用我的影響力 讓更多人去看到大戶這個產品 所以人家相信我的信念 而跟著開戶並且使用這個產品 所以大戶才願意把資源放在本團 那如果你是中型部落客 或是小型部落客 你的影響力沒有這麼大的話 當然人家在商言商 就沒有辦法給你那麼多的量 所以本團一直能夠保有這個 絕對的優勢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一定也是不偿私 有什麼獎品盡量爭取盡量給大家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所謂的良性的循環 那也跟大家提醒 就是你們要求我跟大戶講 你們想要的東西 我都已經反應了 那我們永豐大戶的這個產品 會在8月底的時候 做一個權益的更新 到底會有什麼令人驚艷的東西在裡面呢 請你來就是鎖定我們8月6號的直播 好嗎 這個正式的公告會在8月17號就是上線 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一點點蛛絲馬跡 我能講的部分就在禮拜四的直播 跟大家聊聊 你就會有興趣想要知道更多 就是歡迎你來看直播 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人家願意跟我講 然後不願意跟其他人講 為什麼我總是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資料 當然是因為他非常重視我們 那我們這邊也的確展現了非常良好的境界狀況 所以也非常的邀請大家 就是您在看影片 但是你還沒加入本團的朋友 請你打開下面的資訊欄 立馬上車好不好 不管你是現在上車 過去上車 或是後來上車 都有機會在本團A到好看 這就是我們寶可夢對大家的承諾 好不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聊聊就是今天的金句故事 好不好 我們要用一句話來貫穿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到底是什麼呢 這是我對永豐大戶這個產品的看法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句話就是 逆而不知 好這個字呢 我覺得大家可能太久沒有念國文了 可能不太知道這是哪來 這是出自於論語 這個洋貨片呢 它講到說 不曰千乎 魔而不靈 不曰白乎 孽而不知 它的意思指的就是說 你就算是用黑色的染料呢 你的這塊石頭 你的這個玉石呢 它也是不會被染黑的 那我們大戶的產品當然就是黑金黑金 但是呢 我事實上覺得 大戶這個產品 它在台灣的金融市場裡面 是非常特別跟不一樣的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金融產品 它可能就是 彈花一現 或者是說非常的利益導向 過幾年之後 它就收掉了 但是我 至少我跟大戶接觸的這半年以來 我發覺它真的是 有用心的在關注我們這一群消費者 而且努力的變出很多不一樣的花樣 然後要來給大家玩耍 比如說我們二月份 跟本團我們就先多給200了 然後還有大戶證件套 這花了好多錢去做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大戶的相分組 之前舊戶已經抽出來了 新戶已經抽出來了 50組 那舊戶的部分我們近期就會 8月6號就會直播說 一起抽出這些幸運得主 那接下來目前正在如火如毒舉行的 就是我們的大戶約友卡的這個 這個上車這個就是活動 MGM活動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填上CTOPIA 然後有機會就可以入手這個贈品 因為新戶的部分是限定180人 以內都可以拿到現在已經150了 所以再多人上車 其實就有可能會進行抽獎的部分 但是舊戶的部分的話 也歡迎你來存錢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活動 那也提醒大家 從下個月起 也就是說正式的心智上線之後 然後銀行會更看重的是 你跟他們往來的互動情形 所以已經講到關鍵字了 就是你一定要多多跟大戶互動喔 不論是買基金買股票或者是外幣外匯 都是有機會跟大戶交上好朋友 那你跟他的情誼月深 你的確是有可能拿到更多好處的 好我們就嚴禁於此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的話 請你8月6號來參加我們的直播 或者是8月17號等公告 那你就會知道說我們新的大戶產品樣貌 會是怎麼樣子 那也別忘了喔 就是本團7月15號到8月31號的活動 我們會有一個加碼的部分 但一樣要請大家一起來多多支持 我們這次玩的方式也是所謂的糾團滿額 沖獎力 所以我們現在上車的人呢 也要不斷的往上提升 我才有可能開放這個獎品 讓大家進行抽獎喔 不論新救護 你都有機會把這些獎品帶回去 前提就是一定要在本團上車 才有可能把這些最棒的東西 統統帶回家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也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喔 這些很棒的贈品 都是我們大家的福利 好不好 那也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最新的財經消息 市場上 金融市場的消息 我都會在這邊跟你分享 也別忘了就是按讚留言 公開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大戶的無窮魅力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